有人问我这个鸡杆和海杆哪个更实用 其实这要看什么钓法钓什么鱼了 下面咱们分别说一下它们的优势和应用场景 鸡杆原本是指的是海钓用的杆子 主要就是玩这个浮游鸡钓 主钓中小型的这个雕刻鱼类 常规的鸡雕杆一般比较轻比较细 轻量化的久迟不累 在淡水中咱们常常把它作为滑飘钓 一般都是钓深钓远 这个携带方便操作简单 激动灵活 基本上可以做到大小通沙了 我们当地很早就开始普及这种玩法了 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当地所有的黑坑都是没有规矩的 不限制钓法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几只尺寸不同的鸡雕杆 我们统称为叫熟海两用杆 然后配合一个这个1000到3000的这个仿车轮 也有1500的我不建议太小了 一个大点的吃钱量的这个浮飘 基本上就可以把黑坑所有的水域全覆盖 那时候就是根本没有安全区这一说 当年因为玩熟海 鱼池边也没少了这个吵架打架一类的 一个地方出鱼 瞬间就飞过来好几个飘子 我曾经见过这个有大概两平米 那里边泡着七八个飘子 抢鱼嘛 这就是这个事 对岸的杆子都打过来了 你说能不打架不 后来啊 这个黑坑的这个规矩啊 逐渐完善了 熟海在黑坑 逐渐就看不着了 这几年啊 咱们这个狐狐野钓 逐渐又流行起来 这个鸡肝滑飘啊 我常用的一款啊 是那个光威的赤沙鸡 四号杆三米九的 我基本上用它就是去玩水库 很轻很顺滑 过线这个也顺畅 最近在盘石头 在野工门 钓这个武昌大鸡鱼 用的相当舒服 只是遗憾 就是没有碰到这个大个体的鱼 比如说大青鱼 大鲤鱼啥子 是吧 它这个东西啊 钓那种又远又深的水域啊 击掉这个滑飘 几乎是最佳的选择了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海干啊 咱们所说的海干啊 一般就指的就是远头干 海干啊 做的一般都很壮实 适合大幅的抛头 钓到大鱼的时候啊 可以很从容的把鱼溜上来 效率非常高啊 还安全 现在很多地区啊 禁止使用海干钓鱼了 一个是出于对资源的保护 另一个原因啊 就是海干钓鱼啊 真的太厉害了啊 尤其是钓大鱼啊 省心省力 效率还高 实际上这个海干钓鱼啊 这才是真正的休闲钓鱼啊 很多这个没玩过酷钓的啊 恐怕是体会不到海干钓鱼的快乐 我们一般啊 选好位 只上摊 剩下的时间就是静静地等候上鱼 在水库边 然后呢 织上天幕啊 钓友们围炉煮茶啊 吹吹牛逼 炒几个小菜小酌几杯 啊 中鱼以后啊 就是有六鱼的 有超鱼的 还有琢磨怎么吃的 是吧 那个真是太享受了啊 我也很喜欢酷钓啊 只是现在这个能酷钓的场合是越来越少了啊 属实这个很无奈啊 其实海干啊 也可以挂上滑票去钓鱼啊 咱们就管它叫海滑了 喜欢看票钓鱼的朋友啊 可以配上这个粗线大钩 再配上一个吃天亮在二十几克到五六十克的这个浮票啊 然后远头专门钓大鱼啊 只要你的线足够结实的话啊 锁紧泄力和大鱼硬扛 那种感觉啊 爽的是不要不要 机杆和海杆啊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你觉得哪个好用